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觉得怀疑人生 我们接下来两位来宾 他们的荧光幕前的人生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光鲜亮丽 但其实也非常多卡关 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转转转 转出自己的新人生呢 马上来听听看他们精彩的分享 好 首先介绍第一位是我们艺人小巴 欢迎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最近出新书 进那些没有白走的路 对 没有一条路都是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全部都不是白走 都没有枉然的 一定没有 不管再怎么难 再怎么哭 再怎么卡 都没有 进那些没有白走路 待会跟我们分享 好 第二位艺人王中皇 欢迎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中皇 OK 好 我们1 2 7 9 苏青姐欢迎 大家好 我是苏青 作家H欢迎 大家好 好 我先问小巴 你很能够接受人生的挑战 就像你刚刚踏入演艺圈 是每天Live的全民最搭档 那个其实那个秀是很挑战的耶 就是常常就是每天下午 四点我们都要在家里等通告 然后晚上七点要到现场书画 九点上Live 四点的时候 对 四点的时候我真的是 每天都在等那个四点一打来 就有通告 超开心的 虽然钱很少很少 可是 有多少 就是一般的通告费1350这样 然后还没扣税这样 然后就是那时候都坐着公车 拎着衣服这样 但是每次都不太 因为每次都要化成不一样的装扮 所以我真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接通告下午四点打来说 小胖你身上旁边有没有一千元大潮 我说有啊 我就去拿出来 她说你把它翻到后面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地球仪 你今天就演那个地球仪 左边水来的第二个小朋友 我这样 OK 然后一般都知道说 你今天去演小孩子 你今天去演江蕙 你今天去演谁谁谁 那很少会演到地球仪旁边 第二个 比较一个常常遇到的朋友 在口袋的朋友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动感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动的吧 对 我当然要动 可是大部分 最好笑的是到现场 他们也叫我们不要动 就说最好笑的 对 因为我跟纳豆跟阿K 然后我们四个 然后就大家一起在 讲今天的政治 今天的时事 但是我们全部都指着地球 也没有动 就我觉得每一天 在这个节目里面 训练我一生是胆 又开始灌输了很多 跟政治有关的知识跟常识 跟笑话 所以就在这一年后我发现 我好像进了一个最挑战的节目 所以在那词之后 遇到的事情就比较没那么可怕 你在演艺圈熬了快十年 后来是因为空姐忙什么走红 这个等于真的很夯 有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飞机上 可以发生这么多事情 哪个星座最急车 系列都很红 但你是在最红的时候突然离开 很多人其实当时不了解 这位短剧应该对你印象 或是对你影响非常深刻吧 因为那应该算是最愉快 跟最自在的拍摄经验 因为其实那个都是即兴 现场的即兴 所以我大概知道今天 比如说主题是情人节 然后我就拿着巧克力 然后我们就开始行动 就演了 没有脚本 没有脚本 所以我们就会 我就会看现场的人 跟全莲先生的互动 然后其他的 看导演的一个指示 导演有时候会 可能会有一些指令 然后你就听到指令 你就即兴创作 就大概会是这种状态 然后现场的乘客 全部都是粉丝 就是都是 喜欢这个节目的粉丝 所以那种你一直被捧着 然后你又一直被 然后就很有... 觉得自己很棒 然后就开始一直创作... 你就会觉得 源源不绝的东西 就可以一直出来... 所以那个氛围是很快乐很快乐的 所以那个八小时拍摄过去之后 真会觉得自己要飞到天上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很好 然后你也玩得很开心 对 但是回过头我相信 源源的时候就放下这一切 就去纽约念书了 念电影表演 可是因为那个是藏在心底 为什么呢 那时候你好多业配 每天很活跃 对 可是 怎么改变了你 我心里有个最大的业配 真的就是那个儿时的梦想 那个儿时想要出国 孔京的梦想 想要有一个 你知道那种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 那个霓虹灯 那个百老汇 那个所有的一切 其实那个音乐 那个三明治在大度会博物馆前面 对 然后坐在那边 你总是有一些画面 走走中央公园 对 吉吉皮疙瘩 就是你会有一些这种 这种你曾经出现过的画面 在你的脑海中 那个时候就全部蹦出来了 你就觉得这个时候 知道小八你不去 你什么时候去 你以后赚越多 你还放得下吗 你后来还去洛杉矶 追求你的电影梦 丢了好多好多履历 对 大概差不多 真的每一天都在丢履历 不知道丢十分二十分 就狂丢 然后丢丢丢 我在那边待三个月 因为签证的关系 然后因为纽约是比较百老汇 所以我觉得百老汇 那个是另外一个境界 我比较想要拍影集跟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这样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去LA试试看 我真的就是拿着我的履历 真的就是一封一封记 然后我还去买那种 就是专门经纪公司 广告公司那种一本的 所有资料都在上面的那种 他们都很透明公开的资讯 然后你就可以一封一封记 就大概是这样 那应该很多机会吧 是很多机会 但是就很多 没有薪水的机会 就都不用 都不会给你薪水 因为第一 你不是正式的 在那边工作的人 所以他也不会给你 正式的薪水 第二 大部分都是学生才会用你 那我真的在那边累积了 也不会一定试得上 就不一定 那我三个月累积了四个短片 然后总共领到的薪水 是五十元美金 但是我那天停车费 就已经十五块了 美金 我真的记得 我真的好不容易问到一家 经纪公司 那是亚洲疯狂富豪 男主角签的经纪公司 对 我想说天啊 真的运气不用多 一次好运就好了 我就开着车 跟朋友借着车 然后到了好莱坞大道喔 然后那个地址一到 我就心想 这个是影城吧 怎么这么大 我这样都还没看完 这整栋建筑物这样 这么长 但是就是矮的 然后这样子 然后你一到门口 然后有人帮你趴车 对啊 就跟那个经纪人相谈圣欢 半个小时就觉得 我应该有机会跟男主角 有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吧 然后我就先问他说 那你们经纪人 签了几个艺人 八千个 七个 我说 不好意思 八千 他说对 我说那亚洲人呢 他说亚洲人大概 只有二十五个 我说好 那机会来了 没不多 我只要一个就好了 反正我想说 亚洲人二十五个 那应该机会就高 然后两个礼拜后 他才写信跟我说 其实我们目前没有需要新的客人 他们都称呼 演员叫新的客人 我就这样 好 就又是一个梦 哐啦哐啦碎掉 可是我就想告诉我自己 我还没有尽力 我只有试一家 对不对 我可以试很多家 试到我真的不能试为止 他现在讲这一段说 眼睛里面还是有那个光彩 他觉得 我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 那经纪人还有很大一部分 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我 对 对 所以我感觉你有天会再回去 我会 看有这种预感 那回到台湾之后 你其实也拍了电视剧 当女主角 但是那时候台湾那些新闻 一些标题 我觉得就是标题杀人 蛮毒的 什么张雨昕是票房毒药 看到张雨昕就转台 你当时的心情怎么调适 先讲电影好了 电影拍完其实 上映的那一天 刚好是武汉封城那一天 所以是大家不能去电影院的时候 我就心想 前面两年的努力都没了 这是一直生会选 对 1月2月3号 我就想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生 你好努力的一个事情 你总是希望被看见的 可是没被看见也是我们这一行的 好像应该也要习惯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 那你也只能这样 我不然我能怎样 我又不能控制大家 我也不能让大家去看电影 这样 我只希望这件事就过了 然后后来没想到 又有另外一个机会可以 演到电视剧女主角 然后 对 这次中了 对 这次一次就好 结果那个 我们到拍摄三个月后 是边拍边播 所以那收视率是很明显的 反映在你的数字上面 然后真的都不是很理想 对 然后就开始 有一些声音 那些声音就是 不管是来自网友的声音 来自媒体的声音 那个票房毒药 其实现在那四个字 我还是会常常想起来 不得不说 在自己很失智 或者是觉得自己 没什么的时候 对 怎么说 我那一天看到报纸 我真的是 我就是看了那个电子媒体 一直转载 然后又一直看到很多 其实我大概花了十分钟 然后我的朋友很好 就说你要很开心 你跟这些女衣 都摆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样 然后还有朋友说 没关系啦 因为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的其中一个牧师说 你不要担心啦 信上帝的人 全台湾也不过百分之八 那收视率也没有很好 我就好幽默 然后另外一个牧师 也是传简讯来说 你还好吗 我说不太好 有点想揍那些人 其实心情很不开心 不快乐 我说我快乐不起了 就当天而已 然后牧师就说 没关系 没问题 我帮你一起揍 你就觉得这些人 好像在你旁边支持着你 然后你不孤单 大概就这样 其实我只花了一天 然后隔天刚好就去爬百月了 我的人生第一座百月 然后就开始我的户外的人生 所以当你爬到 有去很多高山 有看到很多大自然 其实你会越知道自己是渺小的 所以其实那个影响并不高 但我自己最喜欢的 自己最喜欢另外一个朋友 讲的一句话说 如果今天会因为看到这些新闻 而不来找你演戏的人 那反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滤镜 因为一部戏的成就 不是只有女主角三个字而已 而是整部戏 那如果会因为这样不来找你 也不是适合跟你合作的人 我说完美 我觉得她其实真的就是很 你看她看到所有的挫折 都是很正向的去看好 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 都是在催炼她的过程 有人说她出道了三十一年 都不顺 相信吗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可以这么不礼貌地说吗 看中黄哥的戏长大的 你出道三十一年了 这是包青天 包青天的宋仁宗 宋仁宗 也皇上 还有这一些 这就是以前的剧照 明初戏 明初 那个应该是在大陆拍的 大陆拍 你看 这个当兵的 谁啊 以前的 海龙滑兵 你一开始从广告开始 对 第一次拍起是蛮顺利的吧 那一次就厉害了 那一次是我还没有正式出道 有一天在家里 那时候还是在公司上班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报官行 刚退伍没好久 大概退伍一年多吧 还没有走这个 没有走演艺圈 然后在家里看电视 然后看着看着 有广告 那我哥哥说 中皇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就想说 行喔 长相也还可以 身材也还好 挺帅 身材好 那就 好吧 那就试试看吧 就记了照片 写了一些简历 然后就记到电视台 隔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通知来了 找我去试镜 我说好啊 就去了 去到公司想要赶快化妆 他那是古装片嘛 画了两个多小时就 扮起来好帅 执行制作就带我到棚里面 然后到现场给导演看 导演说 无人打赞 就是你好明天再漂亮 好了 我开心啊 可以拍戏喔 超棒 好了 结果那个执行制作就给我 隔天要拍的那个场次 我就回去 他说好好背啊 好 谢谢 然后回家就开始 一直念 一直背... 背得滚锅烂熟 我想说OK的 没问题 结果到了现场 办好了以后 到了现场 一看 灯光都打好了 那时候是单机拍的 没有经验 你说事机没有经验 有人在你对面 你还会知道看哪里 拍单机没有经验 那摄影师来 看这边 然后摄影机后面 二十几个人 这个阵仗厉害了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 第一剧对摆是有 二十几个字吧 好 来 看这里 来 好 五 四 三 二 跳过 一开始讲 大概可以讲到十几个字 那紧张啊 因为那个时候不懂 没有经验 然后会恍神 会去看 摄影机后面的工作人员 会慌 结果越看越慌 第一句台词 我念到十几个字 喘不过气 然后卡住了 然后卡 恩基重来 不错 来 继续 来 再一个 五 四 三 二 一开口 剩下五六个字 一次比一次少吗 那肯定越来越紧张 没经验 不知道看哪里 然后导演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有机注意 是应该是注意那里 结果我们把注意力都投放在 其他后面的人 越来越紧张 然后到后来就 一 无事伤恶 讲不出话 导演说 大概有二十几条吧 NG二十几条 哎哟 那你苗圆尼来要冲什么 多人 多人没时间 就换人了 那次真的是无地自容 真想挖个地桶穿进去 很挫折 那怎么办 后来怎么办 但是那个时候就想说 回家就很不甘心 那看电视看别人演 好像很简单啊 那为什么我自己去演 会演成这个德性呢 然后就想说 自己本来心里面 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 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爬起来 站起来 对 好了 那就去训练班吧 对不对 考了一个中营 中营那个时候 一起才收四十个人 很多几千个人去报名 那录取了 有录取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是电视台的 中视的 也录取了 那时候就是在考虑 到底要去中营 拍电影好还是拍电视 那想一想 电视好像比较大中化 观众接受应该比较容易嘛 好啦 结果就去了中视 但是后来就后悔 去中营多好 拍电影的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是不是比电视明星 卡式强一点 我觉得说那个命运的路 就常常跟你想的不一样 不过你后来开始演一些 单元剧也很红 演那个天眼有没有 天眼我们都还印象是很可怕 但作片你红了 却没有领到你该领的酬劳 是啊 这个故事真的很挫折 一开始我是去拍单元的嘛 那时候是特约演员 不是固定的 然后表现得不错 导演就说找制片 找执行来跟我谈 他说导演想说要找你 找你当固定的刑警 那我就问说 那你们最高拿多少钱 因为他当初都是实景拍摄 是 我们一集一集戏要拍五到六天 都是实景 都到处跑 最敢跑得要碰 导演说我跟另外一个导演 两个人他们也自己当演员嘛 就那个刘承丽跟林光华嘛 好 然后他们说 我们两个才拿一万 我说纯单机 一集拍五六天 你们两个才拿一万 最高的 我说那第二高呢 第二高他说八千 八千 我说那你们是导演 你们拿一万 那我不能比你们高 我说那我拿第二高好了 八千 他说不行啦 人家都拍了很久了 他是老祖元了 对 后来你 那你要的话就是 跟其他人一样 他说要不然这样子 先给你 先六集试试看 如果六集OK 我就把你加到八千 我说好 那就一句话嘛 好了 结果拍了六集之后 我就去问那个会计 我说那我现在酬劳多少 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不是一样吗 我说 我说导演没跟你讲 他说没有啊 我又去找导演 我们那是快撞的 一个礼拜才一集系 那拍五六天 那一个月也不过才四集吧 四集四六二十四 那你在外面 你要租房子吃饭 你要加油 好了 不够用嘛 那后来我结婚了 结婚了 生了小孩 要吃 又要喝牛奶 要尿布什么的 那我就想说这个钱不够用 我就去找导演 带着老婆和孩子去了 我说导演 那现在这个酬劳太低了 我养不起家了 那可不可以 酌量加一点 讲了很久 那后来导演说 那要不然这样子呢 看在你老婆孩子的面子上 我一起加你五百 我一听那个那一口血 快喷出来 你知道吗 我说导演 这样子好了 你五百不用加 每一集你再扣我五百 我凑一千还给你 可不可以 生气了 气了 气死人了 我说这不是羞辱人吗 那我们是要犯的乞丐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的这个命运也很奇怪 你会来去中国拍戏 那是一个大制作大卡司 你也没有领到钱 这样 没有领到钱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是 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圈里面 有一个行规就是 以前老三台它是拍戏 好 我们有签约 那先给你付定金 付个几集 比方说四十集 好 我们签完约先给你三五集 当定金 但是其他的要等到拍完上档以后 播出才可以领到钱 播出之后才能领钱 对 那拍摄中途你要花自己的钱 没钱 好吧 结果那一次就是因为我拍包青天 然后有一部戏 另外一部戏导演找我 他说 年轻人 你的南无红帝没戏也没戏 没搞头 我这边有个戏不错 但是要去大陆拍两个月的外景 那个戏就是情友 三生三世的戏 他可以拍到最低一百集以上 我会听 有机会 好棒 皇帝没什么戏 光坐在那里 每天人家跪你 但是戏不多 对不对 戏不多 无皇问世 众星平身 其实这个 基本还可以唱后面 好像很屌的样子 但是其实没用 戏少 然后没什么表现的机会 那时候年轻 我想说 总要有那个机会去串出头 对不对 要表现自己 好了 我就跟制作单位讲说 我说我接了另外一部戏 那这个皇帝我就不演 为什么不演 你这个皇帝演得正顺 然后后面接下来好几个单元 都走你们宫廷里面的戏 你的戏正要来了 你为什么不演 我说抱歉 我已经答应了 然后因为刚好 同样都是华师的戏 然后我就想说 那制作单位就说好吧 那可惜了 不过那祝你成功了 好了 就去了大陆 每天骑在马上 两个月都坐在马背上 重心平身 结果 这一档戏 大卡 真的大制作 当红的 寇世勋寇哥 金树梅 萧强 艾伟 同安哥 那一定懂啊 还加你啊 对啊 我跟同安哥两个是演 秦始皇旁边的左右护法 好了 卡斯很强 那部戏花了很大钱 但是一拍 拍了一年两个月 不是说两个月 多了一年两个月 外景是大陆拍外景而已 那它还有国内的棚里面的戏 所以那一年两个月 还不能领钱 要播出才可以领 十四个月吧 你说 好啦 一直没有播出啊 没播出呢 你就没有钱可以领 前面的定金也才几集 两下子就花完了 那要养老婆孩子怎么办 那只能跟制作单位 先预知一点 但是一年两个月 天啊 灾难 梦想是很美好的 但是现实是很苍白的 后来所有拍的集数都上了吗 他本来要讲三生三世的戏 结果演到 演到第三生 第三代的时候只有半集 刚才 二点五世 二点五生 总共才拍了一年两个月 播出六十集 回答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播出的那些 就没有办法领到钱吗 没有 它后面没有续拍了 因为收视率不是跑第一嘛 跑第一的话 那时候老三台很竞争 是 你没有跑第一就砍掉了 所以刚刚讲这真是命定 有时候你做很多选择 他这个放弃的空姐忙什么 放弃的这个包青天去做别的 以为会更好 有时候不见得 尤其特别宗皇哥听起来 不是很顺 跟钱都不是很顺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孙琴 我必须说 宗皇哥跟小八最大的差异是 如果大家在听宗皇哥这段经历 会发现就跟开头一样 他其实很早就结婚了 就是说 当你在追梦的过程中 你是一个人追梦 跟一家背负着一家人吃饭的压力 追梦 其实常常会影响你的抉择 以及你在这段时间可以忍的程度 那毕竟 我 我觉得演戏这一行 他其实是一个 他其实跟 是一个靠着梦想在支撑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他真正获利的那一天 甚至你不知道 你能不能实现 他相对的获利率 所以当你是背后背着很大的包袱 不是我可以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时候 你其实已经第一个天身上吃亏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发现周皇哥很有意思 他其实不像他现在看起来那么精明 就是他是一个看热情 跟看想象在决定 我可以做什么的 所以他第一个去拍戏 他可能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干嘛 没有办法做功课 因为他周遭没有这样的人 他只是一个看的电视跑马 争人就去了 所以他一直处在一个资讯 匮乏的情况之下 去做决断 所以我觉得他的前半部 这个都输在一件事情 因为你后面有负担 前面又缺资讯 所以造成你为什么 常常会遇到错误的选择 但我觉得真的路都没有白走的 谢谢 在这边跌倒 一定有学会一些东西 导致你后来可以做 做对更好的选择 没错 因为当初 我结了婚以后 有一个经纪人 他成龙的经纪人 他说要不然这样子 你的行不错 你可不可以在台湾 消失半年不出现 在荧光幕上 不管电影电视 要重新帮你塑造吗 然后我带你去香港发展 三十年前 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 我没有办法去追梦 第二个 第二次 隔了大概两三年吧 那时候大陆还没有像现在 这么蓬勃 还蛮落后我们台湾的 然后另外一个经纪人说 这样子我带你去大陆发展怎么样 我说可能老婆会反对吧 我没有办法像小八这样子 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他一个人追梦 但是在面对感情的 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其实蛮渴望 有一个甜蜜的负担的 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 我们先进广告 小八今年真的看不出来 听说方琳三十九了 是 完全动靈没怕了 目前还是单身 你曾经有个交往八年的男朋友 为什么没有结果 问题就在于 然后人家跟你求婚过 对 在我们分手后的一个月 他突然熊熊跑来跟我求婚 我想说 我之前跟你讲这么久 叫你娶我 你不要 你现在分手后跟我说 你想娶我 我好不容易做了一个 要跟你分手的决定 你在干嘛 没关系 就CES 你也想过啊 对 但是反而那个时候 八年后的我 他真的是因为他很有趣 他求婚的影片是 做了两个版本 因为太了解我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 他请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跟家人说 你一定要嫁给他 小八 他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好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 绝对会勇于爱和 blah blah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 也是同一群人 你不要嫁给他的 他让你等这么久了 他就做了两个版本给我 还优劣比一下 对 他想要 他知道这些人 对我的生命的重要 跟他们的话 对我的影响 所以他想 他也了解我 知道我想嫁给他 几率是一半一半 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 决定跟求婚这样 我就跟他说 让我想一下 我一这一想呢 就是三十天 我想了一个月 然后还特别到了 出国去想 清迈 我好像清迈想了很久 对 然后想想想 我要放空 那我要没有干扰 因为这是人生大事 然后我又盼这么久 但我最后还当然没有 没有答应他 无碍 为啥 很好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无法说出一个感觉 但是我可以明白说 在我们过去那八年之中 常常我要往前 他不想往前 他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那常常 对 你就会知道说 我的脚步是急的 但他的脚步 这个姿势不一样 节奏不一样 我喜欢快歌 他很喜欢抒情慢歌 这大概是这种节奏 所以我觉得 但他很了解你 很包容你 也可能也欣赏你们的 你们等我一下 我先去求婚 我先讲去求婚了 他还单身吗 没有 他结婚有小孩 然后小孩无比可爱 对 就是我是对他 也是满满的祝福 不过我觉得 我当然我还是 一直在洗脑我自己 就是或者是告诉我自己说 因为那时候的我 也不会是一个很 我觉得不是一个 最好版本的我 我觉得 应该说 就不是一个对的时间 对 听起来有点遗憾 因为两个的时候都很年轻 反正就是一直错过一直错过 他想他不想 就是有很多的担忧 但爱是很确定的 是 你后来因为想脱单这个事情 你跑去找催眠师 我想问一下这哪招有帮助吗 就是应该说 曾几何时 你有时候在找自己 爱自己的同时 你还是会怀疑自己 在这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很容易 去寻求其他的帮助 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旅程 因为是朋友 他其实一个歌手叫许哲沛 然后还有在考催眠执照 然后他说要不要来试试 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也想对自己多了解 我觉得我对自己 每天都充满好奇 我常常不知道 我自己在想什么 或者是为什么 我会做出这件事情 我想了解我自己 那当然也想知道自己 到底哪里有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都单身 所以就去了那个 但每次他都是三个小时 我去了两次 总而言之那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 其中有个旅程是 我是太空人 我催眠到一个太空的世界 我领导了一群太空船员 我们要就是去出任务 但是油燃料没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我跟所有的组员说 大家现在传一封简讯 给你爱的人 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回去 好好道别 然后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机舱内 每个人都在忙 每个人都在忙 就我自己 轮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看着我的手机 那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有手机 手机 我不知道我要传给谁 大哭 狂哭哭 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催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知道我在哭 然后当然Peggy 她就把我带回来 她的眼前说 其实每一个这样的阶段 都会让你知道说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什么 那那时候的我是一个 关闭心房跟 找不到说爱的对象 甚至把就是关起来的 很准 觉得催眠听起来蛮有用的 蛮有可望爱 但是你就是找不到 可以给的那个人 对 其实你在纽约 有遇到一个不错的男生 对 要把他带回台湾来 对 就以为 我还看着我日记写说 谢谢上帝 原来就是这一个了 原来我就在等这一个 对 其实书里面也有写到 但是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应该说年纪越大 你越有时候 越容易看清楚 或者是看得太清楚 那这个男生一开始真的是 我们交往可能才两三个月 然后我就要 也是回台湾 然后回台湾 我想说我朋友就说 你在异地 你很容易谈异地裂 因为你可能是因为 孤单需要各种 但是你一回到台湾 你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喜欢他 因为你已经到了 你最舒适的 你自己舒适的家 结果一落地发现 我超级想他的 我超爱他的 我夜夜真的是以泪洗面 然后每天很期待 跟他传简讯 视讯这样 就后来直到我的电影开拍 我开始进入忙碌的时候 我发现 我常常忘记 我有这个男朋友 我常常忘记他的存在 而且只是在前置阶段 我就开始进入一个 觉得很兴奋的状态要工作 所以就常常 当然就开始有很多争执 因为我常常忘了他的电话 忘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忘记 约好讲电话 因为有时差 所以约好讲电话都没讲到 或者是我只能讲一下下 因为我要去干嘛干嘛了这样 所以到某一天 我就跟他讲说 我发现 我可能没有这么爱你 这句话讲了就摊牌了 我摊牌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是如此 因为如果我很爱一个人 我不可能收个工 我会忘记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诚实 因为年纪大了 就想诚实 因为不想要走白走的路 就想要很诚实 你是不是没那么爱他 还是你太爱工作 还是如果另外一个出现 你就会为了他忘记工作 有可能吗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所以我大概在这个拍 甚至到杀青的时候 我都很确定 这个决定是对的 因为我发现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的心情是放松的 现在想还会觉得放松 会不会遗憾 还是放松 是 前面那个八年也是吗 前面那八年 心里会有点惆怅 但是你也不能 双手一摊嘛 你也不能做什么 因为结婚生子了 OK 对 但是 那这个好像感觉真的 很快就恢复了 对 这个恢复超好 对 然后就蛮好奇 为什么那时候会哭得 死去活来 或者是为什么会怎么样 但我还是深信自己一个 感情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一开始 同一个时间一起相爱 可是我们没有在 我们结束的时间 是要的不一样而已 我提早不爱你 那你可能还在爱我 我觉得感情 你一开始跟上帝讲说 就是他了 想必但是你是非常满意他 也很喜欢他的 再问一下感情 今天非常丰富的一句 你怎么看 感情今天很丰富 超过你的想象 他们真的没有 这么爱彼此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好难回答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回这一题 因为小八这个人 本身就是 在我看来 我们第一次见面 今天 有点难以捉摸 我自己都难以捉摸 对 还想他跌不到自己 下一分钟做什么事情的人 对我来讲 通常我碰到的人 男生女生也好 我大概讲了几句话之后 我大概可以掌握到 这个人的个性 比如说他是既浪漫 但是他又很现实的人 所以比如 我觉得在工作期间 我觉得在工作期间 会不去想到某个人 这件事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在做演艺工作 你全身投入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去再想说 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这你一定会出戏 对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忘记这个人 我觉得不奇怪 奇怪的是在你脱离工作之后 你会想说 为什么我没有想起他呢 你对于自己 有没有喜欢他的这件事情 你产生的怀疑 这个才是问题 对所以我就说 我很难去分析他这个人是 你说你要下一次 你再尝试看看 你一样去接一档戏 然后再同时交了一个男朋友 你尝试看他说 你会不会在做戏的时候 或去想到这个男朋友 说跟他约定 我还是觉得不见得会 因为你这样你就不是真的 投入在这工作里面 或是下了戏之后 应该可以回到自己的人生 对 照理讲 应该可以接回来才对 对 照理讲这样 所以我才说他的问题 就出在于是 为什么当他下了戏之后 回到自己的人生 他竟然还会怀疑 我好像不太喜欢他 这个就真的是不太喜欢他了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 他不在台湾 远距离 问句 妈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知道 但他也结婚了 下一个应该会更好 我们先进广告 好 中皇哥 你有一个招牌的魔性笑声 有多魔呢 听说你还想跑去申请专利 真的 对不起 来 听一下 小金 他有感染力 谢谢 突然觉得你很 适合去带领大笑瑜伽 以前拍戏 为了笑这个笑到我 叉了气 闪到腰 这个真的有 有感染力的魔性笑声 你是演某个角色揣摩出来的 因为制作单位都找我演坏蛋 然后坏人都会有一个奸笑 对不对 从以前我看 我不太分坏人的笑跟好人的笑 不一样 不一样吗 有尖笑 你示范一下什么叫尖笑 尖笑 一般尖笑 就很正常的这样 很自视的 渐渐的 但是那种变成是一种 太普通了 那我想说要开发一个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种笑声 坏 他有坏 他是坏到什么程度呢 好了 那这个人 因为很多角色都让我演到 就变成很疯狂 坏到疯狂 坏到骨子里 所以他笑就会分很多层次 那我就想说 那应该去找另外一种笑声 然后我就在练习 后来终于让我找到 从丹田发的声音 用喉咙来控制他的音量 所以底笑声 可以分他坏的程度 因为他会慢慢 越笑越狂... 发狂了嘛 那现在开始笑 好可怕喔 他有分层次 真的 慢慢一段一段 丹田发坏笑声 也是打档的感觉 对啊 所以这真的可以申请专利 专利就申请到了 没有 当初我去申请 结果那个律师他在讲说 他说 他说我曾经有接过这种案例 但是好像不会成功 应该不会成功 你的特别的表演方式 说话 讲话跟笑声 这每一个人都会的 他说这个都可以模仿 我说问题是 他们没有办法模仿到 跟我一模一样啊 他说那 是没错啦 那你笑一下给我听 我就笑给他听 他说 是很特别 那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说 好啊 可以啊 他说但是是 申请一次最少要七八千块吧 对 他说但是这个几率 会过的几率很小 当初我会想要申请专利的 这个原因就是说 排席真的钱少 又太辛苦了 你看 而且你跟钱都比较没有缘分 对啊 最敢跑掉碰 然后我想说如果这个笑声 我申请专利如果过的话 台湾我免费开放 这样就要下载 我在大陆上 你可以当那个来电达领 或闹钟 在大陆就当来电达领就好 一折一块钱人民币就好 大陆有十四亿人口 一块钱就一点四亿 我们再乘以五 对不对 一比五 那我就可以退休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应该试试看 花个七八千块试试看 但是后来又不是 幻想是美好的 对不对 现实是苍白的 没事怎么会知道 是啊 但是她一直在跟我讲 她说以前就有过这种犯罪 她说会过的机率太小了 那她想说白花那个钱 赚钱又不容易 要养老婆孩子 所以她家庭的负担蛮重的 对 不过家庭我觉得也蛮被祝福 因为也是三十岁 算是当时还蛮年轻结婚 那你跟太太交往 是因为岳母的便当 对 岳母帮你们牵线的 说起来我丈母娘 还是我的媒人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这个圈子 还在曝光行上班 那我当初跑的是 比较特殊的 就仿之类的 她要跑仿托会 她是要申请配额的 要有配额 然后我太太刚好是坐对面 她是负责我这一块的 然后她是打出口单的 好 那要附一些 模仿帽 围巾 毛衣这些的 好 然后她要打出口单 然后要通知我 去哪里 去拿扣档 然后来去拿模仿 去工厂拿模仿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接触比较多 因为我住我哥哥家 平常没有带便当 都是中午出去外面吃 然后我要出去吃饭 她说 她说那你吃饭了没 我说还没 她说要不然这个 我这个便当给你吃 我胃不舒服 好 好吧 那就热完了以后就吃了 然后她就跟我聊天 她说那你 每天都出去吃 我说是啊 她说要不然这样子 我帮你多带一个 好 那一天两天 后来我这个赵母娘 就跟她讲说 那你为什么要带两个 她说那我同事 看她蛮可怜的 都要出去外面吃饭 那她还蛮喜欢吃饭的 那就赵母娘就 好啦 那就每天多帮我 准备一个便当 后来交往了五六年吧 然后赵母娘就说 你们该结婚了吧 她帮你切线 还当你们最后的推手 好一条龙 不只推还逼我结婚 很低啊 六病啊 感受到清晰 我说 我说阿姆 我说 人家说得好 就是 贫贱夫妻百事哀 没钱 我说现在也没钱 没钱 不要照顾 没问题了 我说不要 不要结 不要那么早 他说不要 你们在做得那么久 快搅搅来 后来被逼的 我就说好吧 那就结吧 他说 贵婷 你出席来 我没地方住 他说我有一个套房 我有出租 但我把房客的 岳母很爱你 是啊 所以 这是甜蜜的负担 好吧 那就结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 很信任你 很有勇气 就认定就是你了 其实我老实说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勇气 因为我 也没房子 还做这个 早上不知道 不知道当时会贪多少钱 或是贪有够的钱 然后就 吃我们 家的饭吃六年 吃不饭钱 然后 对 我还是把女儿嫁给你 我觉得他显然就是 他还是很相信这个人 我相信你的太太 你的家人 也都对你是有信心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我常觉得 这样子的就是 有没有逆境或者说 你觉得现在到底是不是 论定都不是 因为你的潜力是在的 你的实力是在的 有这样的一个 背景在后面 永远支持你 就等到你大放光彩的 一个时间 真的 真的 希望如此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们觉得人生最怕就是 白费力气 或是最怕有遗憾 我们能做的只是 近期在我 把我们手上的每一份工作 都做好 那相信每一滴眼泪 每一个学费 每一个笑声 都造就我们今天更好的自己 人生进 没有白走的路 祝大家的爱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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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